佔中行動如箭再現 而在今年七一更有機會出現小規模的局部佔中 警方當然不會怠慢已經準備作出嚴密的部署 在星期二早上八點 再有大批Tango帶隊旅警 分別乘坐十多部警察小巴 進入了粉嶺蝴蝶山的機動部隊總部 Tango帶隊由全旅警組成 經過早上受高層講解部署和檢查裝備後 一眾警員在下午開始就在室外把牆對出的空地集合 模擬處理佔中 警方演習模擬大約100名身穿黑衣的示威者 坐在地上 部分人手繳手坐下拒絕離開 期間更有人模擬示威者大叫警察打人 警察打人 經多番勸喻和警告後 示威者仍未肯離開 警員開始每四人抬走一名示威者 然後再每兩名警員一組 逐一將被抬走人士壓上大巴 期間還準備了輪椅 用來移歷行動不變的示威者 上大巴之前 警員會逐一向被捕人士走身 確保他們不會藏有攻擊性武器 再用索帶將他們反手綁起 演習歷時個半小時 全程都有攝錄隊拍攝錄影 據悉今次一共有205人受訓 參與訓練的人數 是Tango帶隊10年以來最多的一次 消息說警方雖然未能預計有多少人參加佔中 但估計人數不會少 而且不罰女示威者 所以先安排全女班Tango帶隊進行訓練 據知為了準備七一 警方會動員最少4000人 包括五大總區機動部隊、衝鋒隊和各總區警員 他們稍後會分批分回去機動部隊總部受訓 另外警方亦都需要較大的空間 處理可能大批的被捕人士 據悉 警方初步考慮預留黃竹坑警察學院 以及九龍灣附警總部 扣留大批被移離的人士 甚至位於粉麗蝴蝶山的機動部隊總部 亦都在考慮之列 O&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